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孩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第一 小孩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月飞跟孙文 另外小孩到底除了月飞跟孙文之外 他们对历史有些什么样的印象 有些什么样的认识跟什么样的理解 这两个问题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个问题认识月飞跟认识孙文是什么 虽然我对于当前的历史的教育 尤其是当前历史教育当中的 越来越趋劲于把台湾的历史 用这种一元的方式来教 我有很多的意见 但并不表示 我对于在这个之前 就是去中国化之前的台湾的历史的教育 我就觉得比较好 或者是我就觉得在 它的历史的效果跟历史的方式上面 是比较适合的 这里就例如说牵涉到 我们以前怎么认识月飞 我们以前怎么认识孙文 它算上好几个不同的层次 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行 所以我对历史的知识 我会有这样的一种在意跟计较 你现在想到的 你认识月飞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或你认识什么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层次 就是以前我们的历史课本教我们的 然后要我们用背诵的方式背下来 那月飞在你的心目当中 就只有单一的一个形象 那就是因为他要反抗 因为他要反抗金人 然后他想要北伐 然后因此被秦快给陷害了 因此藉由十二道金牌 然后用莫须有的罪名 最后把他遇处死 所以他是一个叫做中君爱国 尤其是拥有非常非常强烈的 汉族民族意识的一个民族英雄的代表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认识月飞的话 那你并没有真正了解历史 或者是你并没有真正去思考历史 也就意味着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那是还有好几个层次 例如说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那就是月飞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或者是我们在史料上 其实从史料上 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讲到说 所谓的一定是客观的 绝对不能够被推翻 不能被质疑的事实到底是什么 因为历史的史料 就是经过了各式各样不同的 时间当中各种不同的因素的影响 而被改变过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还原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历史的史料上面 它所呈现的多样性复杂性 绝对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样的一个故事 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印象 那样的形象 就能够完全包纳的 例如说包括在这个月王庙前面 大家都知道月王庙前面 就把这个勤快夫妻 然后呢 竖了他们的相 然后呢就跪在那里 跪在那里呢 然后还让人家吐口水 那你现在回头想 要用不一样的眼光我们一看 第一个就是说 勤快夫妇 这很奇怪 那勤快他妻子 他的太太 为什么也要跪在那里 这是哪一门道理 我们今天会认为说 这叫做罪及妻奴 那只不过 所有在历史上面 历史的史料上面 完全没提到 勤快他太太 勤快他太太干了什么措施 他唯一做的措施 就是政治也可能 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不过就嫁了这个人 结果历史就用这种方式 连坐 然后呢 要把勤快的太太妻子 也放在那里 要跪在那里 同样是变成在吐口水 这不太对 这不太公平 那我们就开始觉得说 所谓历史的正确性 或历史的公平性 本来就有很多很多的疏漏 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所有这些东西 跪在那里是勤快 可是杀岳飞的到底是谁 或者是我们再从史料上面 我们不能够 不应该忽略的 那在史料上面 清清楚楚看到 岳飞犯了什么样的 最大的问题 包括勤快 勤快是个宰相 再怎么说 勤快他有他的政治资历 那今天我们就把 把勤快就用小人 这两个字 或者是 坚程误国 这四个字 就同纳在一起 那一个人的一生 真的有这么容易 就 侧头侧尾 都是这样的小人 都是这样的 坚程误国吗 比如说 如果我们愿意 再稍微更清楚的 或者是更仔细的一点 来了解中国的历史的话 当然这是内举 不必轻 如果大家有兴趣 愿意看一下 我写的不一样的中国史 在不一样的中国史里面 写这一段 我整个关于宋朝 我讲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的重点 因为这个重点 对我来说 他给统纳 在从北宋贯通到南宋 太多太多的现象 那就是宋朝的 众文轻武 那宋朝的众文轻武 他也是有来历的 宋朝为什么要众文轻武 那就是因为赵光玉 他们兄弟赵光玉 赵光玉 两个人兄弟 建立了新的朝代 进了新的朝代之后 他们看到 太清楚了 包括赵光玉 自己怎么当上皇帝 那就欺负人家 孤儿寡母 那这个周世忠 周世忠早死死了之后 留下来的儿子 那么小的一个儿子 当皇帝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小儿子 他没有办法 让在他身边 带领军队的这些武将 能够愿意听他的话 能够服从他 那赵光玉 就在这样的机会底下 他就崛起 突然之间 他就变皇帝了 可是赵光玉 这件事情上 他会想 他懂得思考 他的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是 我会用这种方式 当皇帝 将来 我的 我底下的人 也可能用这种方式 就推翻了我 或者等到 我百年之后 我死了之后 等到我儿子 我儿子要继位的时候 我不见得 他就能够保有 这样的一个王朝 所以留下非常非常有名的故事 那就是赵光玉 很有智慧的这个母亲 母亲因为这个母亲 念之在之 一直不断的提醒赵光玉 就是说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不测 记得你的皇朝 你的皇位 要传给你弟弟 不要传给你儿子 赵光玉听也就听得懂 因为当年周世忠 如果有个弟弟 是周世忠的弟弟 来担任皇帝的话 赵光玉就不会当皇帝了 所以因为这样 但是我说赵光玉 在中国历史上 他最重要的一个地位 对我来说 那就是他思考了 从这是很长远的 从唐代 从中唐以下 这个整个凡政割据 然后一路贯穿到五代 到处都是武人 都是这些武将们 武将们用这种方式 打打杀杀 永远没有了局 所以赵光玉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他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他有他了不起的策略 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武将 他是武人出身 但是他就再也 一定要确保 武人不能拿到 足够那么多的权力 所以为什么要众文清武 众文清武呢 所以就跟世人共治天下 所以呢 众文清武到 基本上 例如说 文官的这个薪水 文官的职位 文武是分土的 文官的薪水 文官的职位 远远高过于武官 然后还不止如此 有一些包括像苏密使 苏密使是在宋朝 管武将 管军事 最高最高的 这个职位 武将不能当苏密使 狄青 这是武将出身 最多最多 只当到苏密副使 苏密使一定是文官 那这就是众文清武 因为众文清武 这个长远的传统 所以即使到了 这个南宋 我们就看到 尤其在南北宋之间 勤快跟岳飞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 这个矛盾 矛盾就是勤快代表的是 文官系统 而岳飞呢 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 这是太有野心的一个武将 所以这叫做祖宗家法 就是从照广运就留下来 如果一个武将有野心 这就是对王朝最大的威胁 而且文官呢 他们已经早就树立了 他们的这种 你可以说他们傲慢 你可以说他们有自尊 他们坦白说 就是看不起武将 所以武将 然后一个武将 他要带领 认为说他有资格 他有办法 可以带领他的军队 可以自由的行动 他不受朝廷的节制 这样的一个人在 不只是秦快 其实秦快当时是代表 整个文官系统的 文官系统都对于岳飞的做法 那就是为之侧目 这是我们当 刚刚我们说用那样的方式 我们来认识 理解岳飞你没有看到的一面 但这一面也是历史的事实 那还有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就是到底谁杀了岳飞 现在反正都通通都赖到秦快身上去 那你就忘记后面还有一个人 包括所谓下十二道金牌 然后呢 这个秦快操弄 他怎么误国 他误国要有一个人在他的背后 这个人叫做宋高宗造构 那宋高宗造构 为什么你可以完全在岳飞的故事里面 不去考虑到宋高宗在想什么 或宋高宗在做什么 宋高宗的思考也非常非常简单 那比如说你读满江宏 满江宏一路读下来 靖康祠 靖康祠是靖康二年 靖康二年 金人打下来 打下来呢 打到了这个北宋的京城 打到了汴京 然后呢 把这个宋会中宋清中 这两位皇帝 就包挂了一大堆的这个王公贵族呢 就掳获 掳了就北上去了 这不就是靖康祠吗 然后呢 岳飞就是靖康祠游位屑 靖康祠游位屑 这是岳飞念字在字 他要做的事 所以他干什么 为什么他要北伐 北伐就要去打金人 打金人要屑靖康祠 那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卡在这里 那你打败了金人 你要干什么 这个时候金人呢 他们把宋经中 把这个宋会中宋经中 掳去了 这两个皇帝还在 一个呢 是自己退位 然后交给他儿子的太上皇 一个呢 是前面被金人掳走的 曾经是当今的皇上 当今的皇帝 他们都还在 所以岳飞要干什么 岳飞 如果真的岳飞能够打胜仗 你想都想得到 这真的用台湾人讲 讲法就是说 用卡头不胜 不需要用大脑 你用卡头不胜 你也知道 那如果金人真的有了 必须要退让 金人最重要的一个退让 也是最简单的一种退让 我皇帝还给你们 皇帝还给你们 而且他可以 我一次还你一个皇帝 或者说我两个皇帝 一起都还你 这麻烦了 现在谁在当皇帝 赵构这个尼玛 尼玛渡江 然后呢 到了南方 赵构现在变成南宋 高中 当时还没有事 不知道他自己会叫做高中 当时是赵构在当皇帝 然后呢 你如果把这两个 清宗 灰宗 他之前的皇帝 把他 血齿 然后呢 岳飞把这两个皇帝 迎回来 情何以堪 有三个皇帝 到底要怎样安排 所以 想也知道 南宋 这个高宋 赵构 心里面绝对是 不只是 绝对不可能同意 岳飞这种 鲁莽的做法 而且呢 对于岳飞的这种做法 他一定要想办法予以阻止 可是偏偏岳飞呢 慷慨激昂啊 你看那个满江红 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合法性 那当然我们要血齿 我们要去打惊人 我们应该要把 那个最大的耻辱 我们要把这个 两个皇帝给赢回来啊 这个赵构 也不能说 这不对 这不能做 所以 这是多么复杂的 政治的斗争 这政治的斗争里面 包括了 当前 主理 这个 当前的皇帝 他的内心的一种恐慌 他内心的一种抗拒 又牵涉到 文人跟武官 两者之间的 非常非常激烈的斗争 因为这样 所以才有 岳飞的下场 才有岳飞的结局 我们是不是也还是 当我们在说 你知道 岳飞是谁 你是不是 要用这种方式 或至少知道 岳飞的故事 有另外这一面 还有 这是三个层次 我们要讲到第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说 当时课本 就只是教你说 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 但我告诉你说 在宋朝的史料上面 岳飞的故事 是这么复杂 而且我当然不可能讲 完整的故事 全部的故事 我只是想说 这一面 我们也要看到 然后再下来 第三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我们要再了解 我们要再进一步了解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 会把岳飞的故事 讲成简化 就是一个民族英雄的故事 因为岳飞的故事 在当时 台湾的教育的体系里面 它就刚刚好迎合 台湾那样的一种 反攻复国的 我们现在呢 卧薪长弹 窝在台湾 被赶到台湾来 那就很像当年 金人南下 所以造成北宋灭亡 然后呢 因而南宋 南宋偏安在江左 偏安在江南 当然台湾是更早 已经偏安到的 一个小海岛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能够放弃北伐 不能放弃反攻 所以就把岳飞 不只是把岳飞 用这种方式凸显出来 更进一步的是 把岳飞的故事 其实是简化 而且扭曲 就变成单纯 就是一个民族英雄 然后呢 因为要北方 因为要反攻 所以呢 就被牺牲了 这样的一个悲壮的故事 好 所以我就说 这个时代 我们还应该用这种方式 来认识岳飞吗 是不是就应该要 稍微想一下了 但除了不只是岳飞 那另外还有孙文呢 还有孙中山 孙中山的故事 孙中山的故事 坦白跟大家讲 比岳飞的故事还更麻烦 所以在我自己的这个 不一样的中国诗 第13册 也就是最后一次刚刚上市的这一册 我画了一整张的 一整张的这个篇幅 讲孙中山 那也跟大家可以 稍稍讲一下这个有趣的背景 因为我讲孙中山 然后呢 我的写法 甚至连我自己的 在远流作传公司后 那个非常非常 专心非常认真的 我的编辑 副总编辑 郑享林 他呢 一直不断的忧心忡忡 因为他觉得 我讲的孙中山 会不会引起 大家的这个质疑 因为跟大家过去 所认识的孙中山 有太多太多 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没办法 因为我看到的史料 我就必须点出这几个点 所以我点出这几个点 连我的编辑都会有所疑虑 当然也就意味着 我们我认识孙中山的方式 跟大家所听说的 知道的叫做国务孙中山 非常非常不一样 比如说第一件事情 我所看到的 我认为 你要了解孙中山 你一定要了解 孙中山是一个桥 孙中山是一个华桥 他呢 虽然是出生在香山县 然后呢 但是呢 很小的时候 就被送到谭香山去了 他在谭香山长大的 而且他在谭香山长大 他在谭香山的桥居地 在他哥哥 这个孙德明 他们的桥居地 桥民当中长大 长大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他是因为 在桥居地被这个 基督教吸引 所以你就看到 当时的华桥 华桥多么复杂的一个现象 华桥呢 去到人家的地方 然后在那里呢 想尽办法 有一个生活 像他们孙家 孙家这个 孙文 他的这个 他的父子辈 两个叔叔 一个呢 被打死 在美国 另外一个呢 是担任 当华工 累死的 病死的 都死在美国 但是并没有阻止 他们继续 想办法 去到檀香山 去到美国 但是 他们到那里 去在人家的社会里面 然后呢 得到了一个 得到了一席之地 得到了一个工作 在那里辛苦的生活 他们却抱持了一个 非常非常强烈的 中国人的意识 而且有时候 他们的这种 中国人的意识 比中国人还要更强烈 就是说 在中国的中国人 更强烈 所以孙中山 为什么 孙中山 想要 改新基督教 想要加入 基督新教的教会 他哥哥跟他的家人 就吓得要死 然后呢 绝对不可以 因此才把他 送回广东 然后叫他去香港 让他去香港念书 所以接下来 孙中山到香港去念书 然后到后来 一度在澳门 他根本没有受过 我们所说的 叫做中国 传统的教育 这是孙中山的第一点 孙中山的第二点 那我在 我自己写历史的时候 就是追索 为什么孙中山 例如说 我们讲说 他成立了信中会之后 信中会 第一次的这个起义 失败了之后 接下来 孙中山就开始流亡 孙中山流亡 一直到 1919年的 1911年 一直到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 孙中山 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海外 他是一个 在海外流浪的一个人 这样一个长期之间 在海外流浪 那我们却还是要相信 或我们还是 就是印象当中 他领导了十次革命 前面的十次革命 通通都是失败 而且还第十一次 他领导了这个辛亥革命 所以辛亥革命成功了 因此他变成我们的国父 你不觉得光是这个 很简单的事实 都有点不太对劲 他如何遥控 然后事实上 他真正参与 就是他真正有踏入到 中国土地上 然后参与 他的革命行动 只有一次 除了加上第一次的 广州起义 只有两次 他怎么遥控 领导所有的 这些革命的行动 然后如果说 所以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们再认真的去考索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 那这个 孙中山在哪里 孙中山根本不知道辛亥革命发生了 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间点上 他在美国 他在火车上 他在火车 他在火车 搭着火车 要往Colorado 去Colorado州 要去Danvers 要去Danvers 他的路上 所以到后来 他也是看了美国的报纸 他才知道 在武汉 爆发了 我们后来甚至为叫做辛亥革命 这个事件 但是我们就说 他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王子这些东西 都是坦白说 你回到史料上 不见得 就对不上 因为对不上 所以我们对于 孙中山的这个认识跟理解 我们就必须要换 不一样的角度 还是一样 不一样的层次 以前的这个层次 你认识孙文是谁 那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 孙文就是我们的国父 OK 那我 孙文是国父 这是个头衔 从孙文作为国父 这个头衔 接下来引发对我来说 是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孙文的国父的头衔 是如何来的 他是有来历的 不可能他生下来 以前我们读历史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 最麻烦的是 马上读起来就是 孙文生下来就是国父 就像蒋介石 生下来就是民族 这救星一样 不可能 我们在历史上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弄清楚 一件一件事情的来历 这个人从香山出生了之后 然后在海外成长 然后后来参与了 或者是加入了 在当时的革命派 为什么最后他能够崛起 而得到了国父的头衔 还有我们讲 这个对照 当时的这个史实 他有十几年时间 一直流亡在外 为什么等到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 1912年的元月 是由孙中山担任 临时大总统 而且当时 孙中山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种名声 跟这样的一种资历 这是了解历史的 对我来说 这才叫做正确的方式 你不能光是 就是记一个名字 然后就记这些头衔 或记课本所给你的 这些固定的说法 历史比这个要复杂太多 历史也因而 比这个要有趣的太多 讲到说 到底小孩现在 他们不知道岳飞 或者是不知道孙文 有什么样 到底我们怎么看 这件事情 刚刚讲到了说 我比较在意的是 如果你要真的要知道 岳飞 知道孙文 就请你把它放到 那样的一个历史的 复杂的环境当中 去认识一个复杂的 多面向的岳飞跟孙文 这才是我们看待历史的方法 那不过另外再下来呢 我要追究的 或者是我所在意的是 如果现在的小孩 他们在历史上面 他们不认识孙文 他们不认识岳飞 那他们认识什么 这里就牵涉到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们在快速的 历史教育的 转变的过程当中 包括讲到本土化 讲到去中国化等等 我们现在在讲台湾史 但是讲台湾史 到底用什么样方式来讲呢 我们看到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侧头侧尾 侧头侧尾意味着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的作为 所以它不只是牵涉到学校教育 更重要的现在 这个学校教育的 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小 所以呢 它是用传媒 用网络 用各种不同的 在内容上面的制作跟传播 然后呢 给了我们 对于台湾史的一些 固定的印象跟看法 比如说现在小孩的 不只是现在小孩 现在一般在台湾社会生活的这些 大家对于台湾的历史 到底认识什么 你可以看得到 最近的五年十年来 当我们讲到台湾历史 最清楚的几个主题 其中的一个主题呢 是白色恐怖 也就是说 今天讲到台湾历史 又讲到台湾的战后的历史 1949年之后的历史 马上跳上来 大家会认为 最需要知道 或必须要留下 最深刻的印象的 就是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 好像我们也不应该 用白色恐怖 用转型正义 包纳 所有的 这70年来 台湾历史的 所有的内容 这个让我又举一个例子 因为这就牵涉到 不只是讲到 这个月费顺文的 这个新闻 相关的新闻 另外新闻 因为金钟奖刚刚颁奖 那金钟奖颁奖的 这个我们回顾去年的 所谓叫做重要的大戏 那有几个戏呢 就浮上来 其中一个戏呢 是天桥上的魔术师 这是公事呢 他们花了非常大的 经费拍的两部 重要的连续剧 一部呢 是前面一点 是天桥上的魔术师 后面一点呢 我们等一下也许有机会 有时间还是会再聊到 那就是斯卡罗 你看这是公事的 两部大戏也是公事 在金钟奖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 这是报名 这个提名 得奖 非常重要的焦点 我们可以说 这两部戏本来就是金钟剧 那如果我们就看 这个金钟剧的表现如何 当然我不是要讲 他们到底得了多少提名 到底得了多少奖 而从你回到这个戏 这个戏 这两部戏 你就会发现 这两出重点的大戏 跟佛华公事 他拍的其他的 这个没有这么大经费的 其他的戏 有什么差别 这两部戏都是历史剧 然后呢 这两部戏 你来 我们先看 天桥上的魔术师 这两部戏 当然他们都很厉害 他们都有重点 他们都有噱头 天桥上的魔术师的 重要的噱头是中华商场 然后花了八千万 去重建一个巨细迷遗的 按照当时所留下来的照片 然后重建了一个那一段 这个中华商场 尤其是二楼的那个情景 OK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当然也因为这样 就得到了 这个项目得到了金钟奖 但是我们接着要看说 毕竟那就是一个场景 是把在那个场景当中 你要放进什么样的戏剧的内容 然后这里又不得不 又不得不特别提到 包括他为什么叫做 天桥上的魔术师 因为这是来自于 吴秘遗的短片 他的这个小说集 那为什么拍天桥上的魔术师 那就是因为 吴秘遗就把天桥上的魔术师 放在他自己年轻的时候 他成长的 中华商场的这个背景底下 但是这个小说叫做 天桥上的魔术师 因为吴秘遗要写的 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写实的小说 那不是单纯的记忆 更不会是一个单纯的历史 吴秘遗在他的小说的笔法上面 他用了很多魔幻的技巧 然后包括 所以小说一开始的时候 就在那个厕所里面 然后看到了魔法 看到了魔术师 这是书名的来源 可是如果大家稍微对照一下 去读吴秘遗的小说 跟改编成为亚亚者所导的 改编成为的连续剧 应该说剧集 你会发现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第一 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严重的不成比例 不成比例的意思是说 其实吴秘遗的书 所以没有太 它不是一个很厚重的一本书 它是短篇集子 然后它是一篇一篇的 都是在中华商场所发生的背景 同样的背景所发生的 不同的故事 所以换句话说 所谓不成比例是 文明写了好多个不一样的故事 可是每一个故事都短短的 相对的 那杨亚者所拍的 《天涯上的魔术师》 他的时间相对是长的 他需要很多的内容 他应该可以放进很多很多的内容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彻底相反的另外一种不成比例 也就是到了电视版的 这个《天涯上的魔术师》 其实他是彻底破坏了 吴秘遗在写这个小说的 一个最基本的精神 那就是让我们眼花缭乱 然后在那个短片 一篇一篇的短片当中 帮我们放了这么多 当时台湾社会的 介于真实跟虚构 介于写实跟魔幻当中的 丰富的人跟丰富的事情 跟各种不同的内容 但是等到变成电视版 而且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不只是拍了这个电视剧 接下来动员了网络 大为宣传 我相信很多人都被动员 都被宣传到 也都看了这个戏 但是这个戏 把所有的力气 通通都放在呈现白色恐怖 那跟原来的小说 一方面是高度的集中 跟高度的显化 另外是高度的渲染 所有其他故事 这个时候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要让他感受到说 那时候发生在中华商场 就是那个可怕的 那种白色恐怖思想管制 然后各种不同的思想的警察 然后这里所产生的 就是政治迫害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今天遇到 当讲到台湾历史的时候 让我非常不安 也让我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高度的简化 特别集中 然后转型正义最重要 白色恐怖最重要 受迫害的人如何被迫害 然后加害者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 来刻画他们 甚至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指责他们 就变成好像是这个时候 在这个台湾历史上面 最值得每一个人都要认识 尤其最值得我们下一代 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一种 对台湾历史的呈现 对于当前的这个政权 因为这个政权是民进党 民进党的前身是党外 党外是台湾的反对运动 那台湾反对运动所针对的 就是当时主政的国民党 所以你从这个脉络上面来看 用这种方式呈现台湾的历史 对当前的这个统治者 对当前握有政权的 民进党是有高度帮助的 但是对于我们要建立台湾 作为一个更健康的 更多元的一个社会 让大家了解台湾之所以有今天 是如何从那样的一个威权 然后我们用我们靠着什么样的努力 因为哪一些因素 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自己把自己 打造成为一个多元的社会 这样有帮助吗 刚刚好非但没有帮助 他的价值观是彻底相反的 然后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多元的 这个多元的就是来自于历史 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 历史的脉络 我们就应该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多元的事实回头去看 台湾的多元的来源在哪里 我们今天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在这种社会的教育 社会的宣传上面 我们讲到历史 我们就希望包括之前 这个一度大卖的那个电影返校 返校同样的这个问题 都是每次要呈现台湾的历史 现在就是理所当然 而且这种题材 他就必然能够得到国家政府的支持 然后有了国家政府的支持 再加上当前的这种社会的环境 他就得到了这样的一种加强 他也能够卖座 所以既能够得到资源 又能够得到观众 何乐而不为 大家都去干这个事情 你看那返校 返校有就是把这整件事情集中 然后就呈现 那个时候 其实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都是错误的 但是就让我们觉得说 在我们回头看台湾的历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白色恐怖 而如果我们在讲白色恐怖的时候 白色恐怖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警总 就是监视 就是这个读书会 然后呢 四项管制等等 从学校一直到社会 这是台湾历史 不应该被磨灭 一定要被记得的其中的一页 它不是台湾历史的全部 它现在已经被过分的放大 以至于每次讲到台湾历史的时候 就只有这些少数的内容 会被凸显出来 这是其中的一个大的问题 同样仍然是金总奖 金总奖呢 所以就另外牵涉到 我们说公式的这两部大戏 另外一部大戏是斯卡罗 那斯卡罗呢 又反映出来 另外一个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比较是属于多元性的 所以斯卡罗在这上面 他的表现 我从我自己这完全这是主观的 我的这个评断了 他的表现比天桥上的魔术 是当然好的太多了 不过这里面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斯卡罗呈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特别强调台湾的族群多样性 可是在强调台湾的族群多样性的时候呢 就特别小心翼翼的 是凸显台湾的原住民 然后所以呢 原住民应该得到更多的representation 应该有更多的这个表现表达 让大家认识 感觉到台湾是有原住民的文化 原住民文化是台湾的 文化台湾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个没问题 这是就我刚刚讲说 你要呈现的 至少你呈现的是台湾的多元的这个面貌 而不是把台湾 与简化把它变成一元性的 可是斯卡罗 有斯卡罗非常严重的问题 斯卡罗这个严重的问题 也就让我们清楚的感受到说 今天再讲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历史 要从台湾的历史 发展出台湾的历史小说 再从台湾的历史小说 发展出历史去 一来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的基础 其实我们的发展 非常非常的薄弱 二来呢 在这样的一个薄弱的基础上 很多人都太过于轻忽轻视 这到底有多么难 我们对于像从牵涉到狼桥 牵涉到牡丹舍事件的相关19世纪 这一段19世纪中叶的这段的历史 我们不要把这段历史弄清楚 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困难 但你不要忘了 不是有了历史的资料 就能够有历史小说 历史的资料 历史小说 一方面需要历史 另外还有一部分需要小说 然后把历史小说 改编成为历史剧 又比历史小说 光是写历史小说 要难得多了 今天就在跟大家讲说 因为这是我的本行 所以对于历史 再更进一步的历史小说 历史剧 我们看到在金总奖颁奖 然后回头 让我们还是又想到 在这个之前不久 曾经让大家 整个社会上面 引起非常非常多的注意的 斯卡罗大戏 我相信大家看完了 斯卡罗之后 也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这是完全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斯卡罗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内容不足 它没有办法撑起 这个实际的时间 但是我们就跟进一步的探索说 为什么斯卡罗会内容不足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大问题也就意味着 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说 因为曹瑞元他没有拍好 或者是因为单纯只是编剧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编剧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或者是公式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将回到一个更根本的 更大的一个环境底下去讲 就是说斯卡罗让我们真的就可以 必须要认识清楚 我们今天想要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台湾历史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准备 所谓没有足够的准备 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包括跟原住民有关 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 跟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原住民的资料 你真的就是要记得 比较稍微详细一点的原住民的资料 例如说在清朝的时候 在清朝领台的时候 关于原住民的资料一来非常非常少 第二因为他通常都不是来自于调查的结果 所以他的那个可信度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对台湾的原住民 要有更深刻更清楚的一个认识 你最早能够找到的 基本上就是日本在1895年 在台湾开始要建立他的殖民统治的时候 他们开始进行的调查 踏查 所以我会特别推荐大家说 你要知道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源头 我们对原住民的这个历史跟文化的源头的认识 就真的非常非常悲惨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去看的是伊南家居 你要去看的是脑军笼杖 你要去看的是深丑之著 那我会特别推荐像是杨岚俊先生 他这个易著的这个四本书 最近原流书版公司 出了这个典藏版 那你去看他们的这个系列 称之为叫做台湾调查时代 台湾调查时代 包括你去看伊南家居 伊南家居当时在调查台湾的平埔族 他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感受 我们今天根本找不到了 这个其他的台湾平埔族的资料 因为那个时候 他所看到的台湾的平埔族 已经跟汉人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他当时就已经感慨说 再稍微晚一点 台湾平埔族找不到 就不会有台湾平埔族的资料 一百多年之后 伊南家居是完全对的 我们今天就没有 不可能有任何平埔族的资料了 所以我们能够追索的还是必须要 而且我们还必须要感谢 有像伊南家居 像鸟居笼杖 像森丑之助这种 坦白说 抱持的19世纪 因为受到欧洲西方感染 日本人也有的一种冒险探险的精神 他们才敢勇敢的进入到山里面 然后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原住民的故事 原住民的文化 原住民的生活习俗等等 好 那所以你也都知道说 再往前 例如说1860年代 1860年代的台湾的原住民 到底是包括他们的组织 包括他们的生活 包括他们的政治 政治的统治 坦白说 我们只能够靠着 一直到日据时代之后 所留下来的这些调查记录 然后勉强尽可能的予以回溯 予以重建 这是光是在讲说 这一段 他的历史资料的部分的困难 那我就讲说 还很多人有这个强烈的误会 以为说我有了历史资料 我就可以写历史小说 你真的不要忘了 历史小说需要有历史资料之外 它还需要有小说 然后我们看从 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的历史资料 然后化身变成这个傀儡花 陈耀昌医师的这个长篇小说 再变成斯卡罗的电视剧 这中间又出了什么事情 因为傀儡花可以写成长篇小说 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很多 是在交代在介绍历史资料 那用文字来交代 来介绍历史资料 包括当时的人他们说什么话 他们怎么说话 说话彼此之间怎么沟通 包括他们的部落的组织如何等等 直接在陈耀昌的小说里面 都可以用文字来解说 也必须要用文字来解说 你不要忘了 那你拍成了历史剧 这些内容就没有用了 不是 我听说这些内容就不在时间了 你不可能有一个旁白 在那里跟我们讲说 我现在来跟你讲一下 当时的原住民分成这几个部落 这几个部落各自分布在哪里 小说上是这样解释他的背景的 戏里面你只能呈现 而且在小说里面描述 例如说描述他们的穿着什么东西 这个小说里面可以占篇幅 因为这样所以长篇小说 有足够多的内容 你拍成的历史剧 你就只能拿它当作考据 然后让演员穿在身上 让镜头一带过去 他要长那个样子 这些都不能够成为电视剧的内容 所以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你单纯从历史小说的小说的部分 傀儡化的内容本来就不足 你相较于 例如说什么叫做历史小说的小说的部分 小说部分要有一个设定 小说部分的设定要能够吸引人 让它有一个戏剧性 一直不断的推展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 不是随便了 就是说刚好让我举个对照的例子来说 在上个礼拜 在前两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讲过 当年在评审的时候 关于那一年的台湾经典 长篇小说讲 我们考量到两部小说 都是历史小说 一部是亏磊花 一部是马家辉的龙头凤尾 你看龙头凤尾的小说的设定 那是多么精彩 或是说多么具有戏剧性 他就写了一个 当然是当时不能够出柜的一个男同志 但他因为历史的因素 误打误撞 他变成了黑社会的龙头老大 龙头老大 黑社会的老大却是一个男同志 所以说他完全违背了当时 认为说 那这样的一个黑社会的老大 他一定要有 他一定要有那种最阳刚 最雄性 最男性的这一面 他带领一大帮的这些兄弟 这些弟兄他绝对不能让弟兄有一点点的怀疑 他有这样的倾向 所以从这里 但是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故事 把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设定 放到香港的黑帮的历史当中 马家会用这种方式写他的龙头凤尾 所以这中间有情欲 而且这情欲是复杂的情欲 所以他 他的这个 在黑社会的经营当中 他会有妓女院 但是他又有他自己的另外 对于男性的爱恋 然后他男性的爱恋当中 他爱上了一个英国人 你看这些复杂的跟情欲有关的东西 就交接在一起 但他同时跟香港的历史是有关的 这是在历史当中 有小说或者是 有足够多的小说的内容 所以牵涉到 在马家会的小说里 牵涉到他周围的所有这些人 的故事就可以一直不断 一波又一波的推展出来 那就有很多的戏 那些戏就有足够的多的 戏剧性的内容 使得马家会不只是可以写 龙头凤尾 他接着龙头凤尾之后 他有后面 后面又写了鸳鸦六七世 这是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 或者是说经典的历史小说 像是 Ombeta Ockel的 这个玫瑰的名字 玫瑰的名字里面设定是在 14世纪1327年 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在修道院里 然后在修道院里发生了一件 谋杀案 就是由一个叫圣方纪的 修会的教室 一个聪明的修会的教室 他刚刚好来到这里 带了一个小徒弟 然后他们在这里要放在 那个非常非常细腻的 14世纪的那个 修道院的环境里面 去解答 去探测出 这样的一个谋杀案 凶杀案 所以这里都有一个小说的 丰富的内容 因为有小说的 这样的丰富的内容 所以他等到他改编成为 戏剧的时候 戏剧的每一个人物 他可以一方面 回到这个历史的本 历史的这个架构底下 另外一方面 他有足够多的戏剧性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说 斯卡罗 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成就 包括他在 他在美术上 他在这个衣着上 他在镜头上 但是这连续的 这三件事情 台湾我们在这上面 我们还差很远 第一个 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 呈现这些历史 就这跟中国的历史 有最大的不同 是因为 当我们今天在讲中国历史 我讲岳飞 我讲孙中山 这里面已经有 非常非常庞大的 这个史学的 史料跟史学的 这个资料基础在那里 让我们可以认识 那台湾史 非常非常大的部分 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 你在史料上的基础 已经不够 接下来 你要把在这个 史料的基础上面 你要透过 这样的一个想象力 然后你要给它 编造一个小说的 虚构的 这个足够的戏剧性的内容 然后你还要再把它 影像化 变成让大家 不只是在想象当中 而是你还可以看得到 你还可以感受到 变成历史剧 这一环 每一环 我们其实都还差很远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不应该用这种方法 如此自满的以为 我们已经在拍出 台湾的历史剧 我们要更战战兢兢的 继续努力 并且把所有的这些不足 予以补充 今天讲到这里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再会